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兩小無猜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就是沒辦法出門 但是頭髮、瀏海越長越長呢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自己挑戰一下剪瀏海 那準備的材料有這個平板書 然後還有打包刀 打包刀 那我自己還有上萌萌去買的這個DIY瀏海的那個剪的那個工具 DIY的工具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試試看吧 好 先認真看一下我的瀏海有多長 我已經長到已經跑到我的眼睛了 所以我都要測分才可以 那所以我先把它分 呃 好 反正我有DIY的那個工具 那我先都把它這樣子梳 梳整齊 好 那這種長瀏海呢 會有兩種長度 一種是邊邊那種比較長的 那我們先過去旁邊一下 過去旁邊 然後另外一種這個 旁邊這個也是比較長的 所以我們先剪中間的部分 好 那我先用東西固定一下旁邊的就好 分成三戳 然後 轉成中間的補身 另外一部分我們先把它加起來 這三個補身 然後呢 然後呢 用這個 剪流法工具 我們先這樣子梳 看到髮長那麼長對不對 那通常呢 打包 刀呢 就是要 就是在 三分之一牆這個地方 才開始剪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固定在這邊 然後打包刀要怎麼使用呢 記得刀把呢 就是 掐著的在下面 然後 一般的那個 平刀的話在下面 這才是正確的使用方式喔 這樣剪起來頭髮都不會老躁 好 那我們現在 開始 這是一場 好 那我這邊有 有這酒一鏡之間 現在都 就是不用 就是不行出門了 所以 大家可以立即自己剪一下瀏海 就省得出門囉 那我們先修長度 我們先看一下瀏海的長度 是不是你想要的喔 我覺得還是有點太長了 我想要再短一點 好 就再調整一次的 新馬鈴 好 這個把它梳 到這邊 好 我想要剪到這個長度 好了 我們就自己調整一下 記得 暴風在下游 會覺得說這個神器好有 感覺好像頂頭只能接 接頭髮而已 就是臉不會 超級多頭髮 好 好 再看一下我的長度 我覺得我長度還是 太長了 所以呢 我就是在 往上剪 好 好 好 再看一下我的長度 喔 有點開始接近我要的長度了 肌肉 好 接著我 先去看一下 還是可以在抖 有多人是刺到眼睛呢 再短一點好了 我示範一下還有一個剪法叫做點解 點點也就是說呢 就是這樣子 點點 這樣子剪起來的瀏海會比較柔和 比較不會有那種很平的感覺 就叫點點 因為現在呢我們已經有 剩下一小撮 我就不用再用這個工具了 那我直接用手 抓著它然後去剪就可以了 就把它剪跟它一樣的長度 所以我們就給它下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瀏海 現在這邊長度 已經開始接近中間的長度了 用平板上刷一下 比較接近了 但是因為我們是剪齊的 或者是點點 就是很隨性的剪 可是我們就自己梳 梳在自己看的順眼位置 好啦我是覺得可以了 可能第一次剪吧 總共會再長長 好 好啦 這 留好一下就先這邊就這樣 那我們現在換左邊 換左邊那邊 左邊那邊的話 哇 這邊一樣留著修飾類型 這邊這邊還有 我留一小撮就好了 這邊的長度再稍微剪一下 然後這邊我們沒辦法剪的 就把它 夾起來 看看剛剛那樣子 夾起來 欸 這邊一桶就好像 有點過短了 因為那邊 那我這邊就用修的 用寫寫的修的 剪法 剪下去 好 好 有 有 三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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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們的朋友呢 歡迎分享按讚訂閱喔 OK,記得訂閱喔訂閱喔